我去军训的时候你们不要想我哈 你给哪个说 你们不用难过 我给你们说 好好训练 我不得想你 几天就见面了 看没有 好 加油 走了 拜拜了 拜拜 你的微博来看看哈 我一会儿回去哈 拜拜 送胖胖到训练营去了 喊我们不要想他 哪个想他嘛 对吧 好好干哈 好 回来过后争取一个军人的这个 有个形象来跟我们见面 胖胖一张急得不得了 7点钟就把我喊醒了 8点到位 出发了半个小时 好久没你们早出门了 军事管理区 哎小小 是吧 你就不想去了 走一趋啊 走走走 走 拜拜 好好干哈 胖胖已经送过来了 因为特殊时期 家长不能进哈 他进去了 期待他7天后 不说一个蜕变 回来过后 会学到一些新的东西吧 现在回去给杨树花报个刀 你儿子的药不熟 还有你洗皮皮的喷喷 还有你的收腹袋 朋友们我又买了一个收腹袋 我准备把自己捆紧点 打出椰子的时候 就瘦了 哎呀我去 你大人送走的开心了嘛 啥开心哦 我还不是担心他 晓得他瘦得了不得 说的 我去的时候比个还这么高的小娃娃 女娃娃 身高马大的 你还怕他吃不消 你只想他多瘦两斤 昨天我看了很多朋友跟我们建议哈 建议我们那个娃娃还是要 脱馆交给月少 让他好好休息对头 过来五六天了 每天晚上都是我们自己 就是自己看娃娃 因为我们觉得 脱馆上面去的话 小杨他不放心 因为他觉得 脱馆的话就是娃娃不在身边看不到嘛 但是我们要去适应 因为既然选择选择在那边 肯定相信没够的嘛 比你比较专业的 看到大家的一个评论过后 我在想 今天晚上开始 是我们就是前半夜都不脱馆 后半夜 也就是说到十一二点 我们要睡觉的时候 我们就给他脱馆掉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睡个好觉啊 我们来那么长时间 说实话 基本上没睡个好觉 说实话 主要是心动他哈 我无所谓 你让我天天搞的 白天闭一会儿都不说 哎呦 哪个长马里不是那样子的呦 都是我们过来的呦 什么的 今天晚上 我决定后半夜把它脱馆 收复的弄好 现在准备开饭了是吗 这要少吃点饭 你看你捆得太紧了 我肚子都饿了 你下去吃什么 你吃什么 哇牛腩 每天看看你吃什么 我心心 你不肉 给我吃 主角一天的待遇就是不一样 再吃个 我今天又饿了 搞一大盘菜 搞一大盘 鸡肉 你看这货 被日子奔掉 看不看 水了舒服了是不 咦 咦 笑 杨春花 杨春花 你看见个儿子 又把被子要登录了 睡吧 睡吧 好好的睡吧 其实小杨把老大送的这个 集训中心去 我觉得还挺好的 老大今天去这个集训中心哈 里面人还挺多的 我看 我们一过去里面就一百多人 感觉还不错 七天 里面都是军事化管理 他也比较喜欢军事这方面 难忘忘嘛 所以让他好好去体验一下 杨春 你的视频自己结尾一块